主料,低筋面粉50克,玉米粉10克,鸡蛋3个,辅量,玉米油20克,豆渣酱20克,黑加仑,白砂糖40克,容许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豆渣酱,低粉和玉米粉过筛备用,分离蛋黄和蛋清,蛋清淋的在无水无油气面中备用,蛋黄加入豆渣酱,糖10克。 玉米油拌匀,加入过筛的玉米粉和滴粉,拌至无颗粒的面糊备用,分三次加糖打发蛋清,打发至温性蛋白,继续体打蛋气候蛋白上,可以立起一个弯角,取一小部分蛋白至面糊中切拌均匀,然后全部倒入蛋白中切拌均匀,并加入液绒拌匀,倒入模具,中间并撒上黑加仑干,再倒入剩下的蛋糕糊, 抹拌匀并浸震而下,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层150度30分钟,烤好的蛋糕立即取出,并倒扣,再烤网上,撕去油脂晾凉,然后就可以切块上用了,有点轻裂但并不影响蛋糕的口感哦。 烤箱技巧,模具不一样,也要相应的调整效果被时间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